好,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给同学们介绍第六章科学思维 叫Scientific Thinking 就是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希望同学们对你的研究都有一个科学性的思维 然后我们从这个分段的标题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一章只区分成两个影片分段 那第一个影片分段就是讲的思维推理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科学性思维里面的一些相关专有名词的定义 这一章的重点就是科学性思维的意语形态 看看这科学性思维有哪一些形态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所谓的Cycling Reasoning Cycle 我们叫所谓的循环推理 在研究上面的循环推理是怎么样运作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影片分段要跟同学们介绍 那第二个影片分段呢 就是介绍理论的构成 研究理论的构成和它的意义 然后呢研究和理论的关系 这是第二个分段要跟同学们介绍 好 这以前在知识论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人类知识的来源 那如果我们把它跟研究 研究这个关联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知识论和研究的关系 那直觉就是初期的研究概念 权威就是文献探讨 逻辑呢就是研究发现的推论 至于实证呢就是研究程序的控制 那这个都是我们讲说是 都是符合科学性思维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就把科学性思维的形态做个区分 这个横轴是所谓的理想或是理念 这叫做一个抽象概念 那右边的这个就是实证 就是你有具体的资料 纵轴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就是偏向于经验 empirical就是说个人的体验呢 或是理解 这也是一个非正式的程序 那如果说所谓的rational 这个理性的话 就是你必须要有结构的证明 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二三四五个 有关于科学思维的形态 从未正式的意见 比较偏向于理想啊 经验啊 个人的体验啊 一直发展到所谓的 最靠近右边的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就比较强调实证 理性 所谓理性的实证 那大部分的这个科学性思维 都是着落在这个理性的结构 这一端 理性结构这一端 然后比较偏向于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概念 那我们说鼓励同学们 要去这个找朝向所谓的实证 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有具体资料的证明 好 这个科学思维形态的里面的 每一种类型呢 老师就分别的简单介绍下来 第一个是未正式的意见 就像是个人的直觉啊 或者是组织所呈现出来的 特定行为表征 我们称为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 你说这家公司有特定的组织文化 有这样的说法吗 有 说了很多 可是你真的要说 它的组织文化是什么东西呢 又说不上来 大家都可以体会到 所以它比较偏向抽象概念与经验法则 它是比较 虽然是比较偏向于抽象概念 和经验法则 可是它是所有科学性思维的发展基础 就是人类的知识都从直觉而来 都直觉而来 这就是unconfirmed opinion 就是未正式的意见 第二种是所谓的case description 或者叫case study 我们就叫做个案的描述 它就是强调特定情境或事项的描述 然后呢强调详细和详尽 OK 就是你对一件事情 你去描述它 从不同角度去描述它 尽可能的详细或详尽 即便如此 我们讲说个案描述 它无法或者是不适合做概化推论 因为它只是它特定的个案 在其他的领域里面 可能跟它一模一样的个案的情形 是少计有少或是觉悟仅有的 所以个案描述的原则上 虽然我们讲说它很详细很详尽 所以又称为说故事的研究 我们讲说storytelling的research storytelling就是说故事的研究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 它不适合做概化推论 它的应用效度甚差 好 接下来是权威 authority authority就是所谓的专家意见 然后我们知道专家有两种专家 一种是地位权威的专家 另外一个是专业权威的专家 那地位权威呢就是 因为组织所赋予你这个地位上面的权威 这个通常只是一个对你职位的一个遵仇而已 事实上有没有专业能不见得 那我们真正说所谓的专家的意见呢 或是权威 专家的专业权威呢 是专业领域里面的专家 然后它的权威性随着经验累积 而与日俱正 那如果我们研究 如果要采用所谓的权威意见的话 以专业权威为宜 而不要所谓的地位权威 那我们所谓的地位权威 讲白点就是官方的意见 好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个致命事实 叫self-evidence-truth 不能讲truth self-evidence-fact 就是致命 就是自己可以证明的 它通常是不需要验证 就可以重复显现的事实或现象 像是自然现象 自然法则 这个东西你需要再去证明它 大自然这就是如此 比如说我们讲重心 对不对 这个万有引力地律 你在地球上面把任何东西一放 它都一朝地形地放上去坠落 这就是一个致命的事实 OK 这是致命事实 通常是不需要验证 那再接下来是postulation 我们讲所谓的公理 公理呢 它是创造理论的逻辑证明 所以你必须用逻辑的证明 证明这个理论是适合创造的 也是说明现象的推论 那这个公理通常就是在发展理论的时候用 发展理论的时候用 像是我们的一些特定的专业领域 像是OR专业研究 或是MS管理科学 management science 或是指数学模型 各式各样的数学模式 模型甚至所谓的模拟研究等等 都可以去推导 或是证明这个理论 是不是存在 这叫公理 公理呢 它只是推论 推论 它不验证 它原则上是不验证 好 那最后一个科学方法 就是对事项 或对现象的直接观察 或者是量测 这个量测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明确的定义 变数方法和程序 然后要设定可以验证的 可以检验的假设 这时候假设跟公理 pastillation就不太一样了 叫hypastasis 然后呢 我们通常是希望用统计分析的程序 来判断这些变数所得资料 所呈现的结果 然后我们做试图的推论 那如果推论的结果跟预期不符 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修正程序 这个我们讲说 按照这个程序走 其实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分段里面 第二个重点 叫做研究的推理 研究的推理呢 有两种 一种叫做揭示 另一种叫做辩证 揭示exposition 就是把原来存在的东西 我们把它review 或是unveal 就是把它揭示出来 原来存在的现象呢 我们把它说出来 这个叫做揭示 那如果说需要辩证演绎 或是逻辑推导的话 我们就叫做argument argument叫做辩证 然后辩证又可以区分成 两种不同的曲子 导向 一种叫做演绎 演绎的英文叫deductive 然后利用另外一种 相对的叫归纳 归纳叫做inductive inductive 或是induction 如果这两种 共同结合起来 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 循环式推理 或是推理循环 这个前后都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一种 系统化的科学程序 所以我们在那边讲说 研究的推理呢 希望能够通通报 容纳包含演绎和规划 而有一种这个推理循环的运作过程 当然你如果说是观察 或是观察法 去揭示某一种特定的现象 就好像珍古德博士 他观测的那个黑猩猩的这个行为 对不对 他揭示了很多黑猩猩行为的面向 后来发现呢 还有很多黑猩猩行为面向 并没有被他所发现出来 反而是被他后继的这个学者发现出来 比如说黑猩猩有战争行为 他也会同类相残 那在珍古德观察里面 他并没有能够揭示这样的行为 这个就是所谓揭示和辩证 那演绎我们以前讲过了 deductive就是用一般的已知原理 推论特殊未知的事例 那这个你由一般的已知原理 那你必须前提为真嘛 你结论的解说与证明 那就是你的前提就是已知 已知的原理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 不见得是真相 老师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事实可是不代表现真理 因为现在的事实不代表未来的事实 然后呢你的推论 你推论是有效的 就推论特定未知的事例呢 是能够验证这个已知原理 运用在这个特定事例是有效的 这是要演绎法 演绎推理 那归纳推理呢 就是用证据来导出结论 那他就跟演绎的方向刚好相反 他就是由特殊的个案事例 导出一般性的结论 就是我由个案来发展理论的意思 这就叫做归纳 那我们把这个辩证法的两种推理 的意义都给同学们做解说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个完整研究的推理循环 或是循环推理 那我们都是从问题开始 当你对一个现象产生问题 有迟疑了以后 OK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想说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可能解答是什么 所以你就提出你的假设 这个过程 由质疑提出问题 然后呢产生假设 这个过程我们叫做演绎 演绎 我们再回头看看演绎是什么 演绎是由一般性以致原理 推论特定位置事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这是你对于现有的现象 对不对 你产生质疑 你质疑现有的现象 并不见得能够适应这个特定的个案 所以特定个案你所提出的假设 这叫演绎 那如果你有特定的个案 这个样本 这个所得的结果证据 推论回原来的这个理论 去做个辩证的话 这个叫做归纳 就是你要来验证假设 那一个完整的研究 在也要包含所谓的演绎 加上归纳 演绎加上归纳 所以演绎的时候是你提出你的理论和假设 那归纳呢 就是对你所提出的理论和假设 执行验证 执行验证 好 这就是推理循环 好 那我们最后在这个分段里面 把这个系统化的这科学程序 是应该怎么执行的 这个跟同学们做一个中诊 第一个 你必须对事项产生质疑 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对不对 你没有就没有所谓的doubt 那你就不会有研究的动机 那你既然有doubt以后 你针对你的问题提出你的假设 那我们在这边的训练 就是我们提出来一组假设 就是虚无与对立假设 一组的假设提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收集资料 就我们希望能够实证 对不对 实证 那我们收集资料以后 经过实证检定 那就是用统计分析的结果 来检定 排除不可能的结果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是演绎结果 或是检定假设 然后归纳结论 最后我们再回到 这个检讨我们的研究目的 就是说我的质疑 有没有获得解决 我的问题有没有获得解决 或者是我的理论模型 有没有获得验证 等等的 像这样子 从产生质疑 提出问题和假设 一直到这个演绎 归纳你的结论以后 再回头检讨你研究目的 这样子的一个cycle 就是一个循环 我们就把它称为 系统化的科学研究程序 或是系统化的科学思维程序 这个就是告诉你 你如何去思考你的研究 符合科学化的研究的精神 这个就是这个分段 思维与推理 跟同学们所做的介绍 谢谢大家